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 星期一在北京舉行 決定在2月24日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 審議推遲原定在3月5日召開的 全國人大會議的議案 而全國政協也研究推遲會期 今次是中國在1995年 固定兩會會期之後首次作出更改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公委發言人 莊鐵偉解釋 推遲會期是因為習近平強調 要將疫情防控的工作作為最重要的工作 而現在是壓制疫情蔓延的關鍵時期 接近3,000名人大代表 當中包括省市級的主要領導 正在防疫第一線發揮重要作用 為了確保做好防疫防控工作 有必要將會期押後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 下星期的人大常委會會議 外地常委可以透過視像參與 不用附近出席 他贊成延期召開 大家都知道 這個疫情現在仍然是嚴峻的 那麼很多省市 他們都採取很嚴謹的措施 大型的活動、集會都可面則面 這些全國性的會議 我相信都會有一個安全的考慮 如果是延期的話我是贊成的 會議裡面很多是工作的回顧和規劃 而國家經常工作進行的 延期是定一個日子 或是到時再通知 這個就等24號開會才知道的 內地的人大代表也都說 改變會期對其他民生議題影響不大 下星期的人大常委會會議會審議另一項 和抗疫有關的議案 就是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 和隔除攬食野生動物的漏襲 保障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 有線電視記者林杰倫在北京報導